台南市三化區的 這間鐵皮公寮 火勢熊熊濃煙直串 消防局出動了15車 31人到場 近期拉水線搶救 但鐵皮屋的裡裡外外 堆了不少廢棄物 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好 香香 香香 火警是發生在上午9點半左右 鐵皮工廠突然傳出火警 由於它位於五尾巷 經營一大片的草地 一度還被誤認是雜草火警 還好當時工廠內 沒有人員在場 消防局大局出動救援 無奈鐵皮屋已經全面燃燒 消防人員大約在10點左右 控制火勢 沒有延燒到其他的住戶 由於鐵皮工廠內 沒有裝設鑄警器 警方將進一步宣導 並詳細調查起火的確實原因